踩柯雪 博言 你看這顆荷包蛋是怎麼做的啊 當然是用煎的 不然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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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荷包蛋吃起來為什麼是甜的 猜猜看什麼食品 防震耐摔一級棒 真的假的 果凍竟然能止血 保鮮膜不環保 洋菜也能做保鮮膜 鎖定這集菜科學 帶你們一起重新認識 Q彈果凍如何萬萬用 人不分 男女老幼 貧富貴賤 地不分 南北東西 街頭校園 而且住來的 全民一起踹科學 好的 剛才說到了 生活中到處都是科學 誰都會遇見科學 所以說到生活 離不開的就是吃了 來 薇薇 我做了一道美味的料理要來給你吃 我說平常最害怕荷包蛋的王柏妍 今天竟然會為我 洗手做顆蛋 對 因為畢竟 我也是只會做荷包蛋 其他的東西我也不會做 來 吃吃看 等等 你這個荷包蛋一定有炸 來 乖 告訴我 你這用什麼做的啊 你現在就不相信我就對了 我難得為你料理一次 你就是不吃就對了 好 你不要說了 不用解釋了 你不吃的話沒關係 我拿去給路上的人吃吃看 看他們會有什麼樣的表情喔 嗯 街頭 踹科學 這是一個我們做設計的 創意蛋料理 然後想請你 嘗嘗看 我覺得這應該不是蛋本身啦 至少這不是蛋 看起來是滿像 滿像一顆蛋的 有點像玩具 模型啊 他們都沒有吃過啊 上面黃色有點像 果凍或是凝膠類 對 他的表情 很有戲 這很難吃嗎 挖的時候看起來很像蛋 但挖的時候 脂感會不會很像 這牛奶的味道 對 牛奶的味道 鰻子的味道 不像 我覺得吃起來好像豆腐 我覺得算是滿像水果 我覺得蛋黃應該是 柑橘類的 可能果醬 嗯 有點起司味道的 感覺 就想像怪不太像這樣 因為它長得有點像蛋 但它其實就是蛋的口感 也不是蛋的味道 這樣子 你看 像果凍 它就是一種分子料理 你有吃過嗎 我沒有吃過分子料理 我吃過分子料理啊 差得多了 哈哈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像蛋的分子料理 可以講 柏園 怎麼了 你可以幫我們 他們都覺得 好像我的蛋很難吃一樣 我不要吃了 我都不要吃了 不會啦 怎麼這樣就沒有信心了 還是有一些人是有稱讚的 只是沒有很多味 你要不要當那個有些人 來 你試試看 好啦 好啦 我就來試試看 你都這麼有心了 吃吃看好了 好 蛋白蛋黃都撈到了 怎麼樣 好吃嗎 好吃嗎 好 試試看還沒吃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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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嘛 我就說我是料理小天才嘛 你看薇薇的表情 就是很好吃的臉啊 是不是 真的還不錯耶 有一點牛奶的味道 然後有那個果汁 甜甜的香氣在裡面 是嗎 你怎麼那麼厲害 其實我的蛋白就是用牛 分子料理啦 王柏園 這個老把戲了耶 這不就是用海藻酸那 加上乳酸鈣 因為它們會產生固化的現象 而這兩種食材呢 它們是天然的 所以很常運用在我們的料理當中 這個都好戲了啦 你不錯 你真不愧是家世女王 海藻酸那呢 在分子料理裡面 是很重要的食材喔 因為它無臭無味 而且也沒有顏色 而且還很溶於水啊 所以就可以當成 增酬劑啊 乳化劑 甚至還被拿來當成凝固劑 等等的 所以像是 還有麵麒麟啊 還有蛋糕啊 還有麵包等等的 都可以看得見海藻酸那的身影喔 是的… 其實啊 我這個蛋黃 我用的是柳橙汁做的 妳好蛋白喔 就像妳說的 我用的是牛奶做的 棒 柏園 妳今天真的很有心耶 而且好有創意 又很有巧思 為了要答謝妳 妳今天這麼有心 我也來做個料理 讓妳嘗嘗 真的嗎 萎萎做的料理一定很好吃 來上菜囉 好 妳做我猜 萎萎的妳真實物 柏園 郎 請享用我做的美食 愛玉 米苔木 然後這是粉圓 都是妳自己做的 這麼厲害 妳吃看看 好 如何 就是愛玉 愛玉 好 不過滿好吃的 滿好吃的 好嗎 米苔木 米苔木 就是米苔木 還不錯 來 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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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又是粉圓嗎 粉圓 很像嗎 這不就是愛玉米苔木跟粉圓 什麼叫很像 做起來是不是 超真的 超真的 所以妳說這些是假的 怎麼可能 我是 睡醒嗎 有啊 我有睡醒 這些都是真的 柏園 我的意思是 這些都是用這兩個做的 還只有三娜以及乳酸乾 不可能 我剛才也有用這個做食物啊 但是它沒有像這樣 味道跟本來是一模一樣的啊 是這樣的 柏園 我又多加了兩樣東西 就是色素還有香精 加了一點點啊 這些東西都是妳調出來的 對啊 我不信 真的是 來 我用給你看 好 這邊呢 就我剛剛做出來的這個粉圓 我還留著的 這裡呢 有顏色的 這是用海藻酸鈉調配出來的 就是再加了一點香精啊 色素啊 就會變成這樣的顏色 也太像了 另外這裡呢 就是乳酸鈣的液體 好 那我現在呢 直接來做給你看喔 來… 像我剛剛啊 要擠珍珠對不對 對 這邊海藻酸鈉的這個調好之後呢 直接這樣 珍珠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一粒一粒的 就這樣啊 對啊 好神奇 好神奇喔 而且口感還很像耶 但是其實老實講啦 我覺得它吃起來啊 比那一種糯米粉做的粉圓 還是比較沒那麼好吃 稍微口感比較沒有那麼好 對不對 對 比較沒有那麼Q 那我要怎麼知道 我買到的粉圓 是這樣子做出來的粉圓 還是糯米粉做出來的粉圓 柏圓 你這是一個好問題喔 好 那我就來教大家 一點就知道 真假糯米粉圓 好的 這邊呢 是瑋瑋剛才用海藻酸鈉 跟乳酸鈉所做成的粉圓 而這一個呢 它是用糯米粉做出來的粉圓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想辦法 來看看怎麼分辨它們囉 好 要如何分辨 是不是用糯米粉做出來的粉圓呢 你只需要一個法寶 就是它 你要用點葉來測驗的原因是 因為點葉本來是黃河色的 可是它只要碰到澱粉之後呢 產生化學反應變成藍黑色 那因為糯米粉做出來的粉圓 它裡頭有澱粉 所以它滴下去 理應要變成藍黑色 是的 怎麼那麼聰明呢 我們來試試看吧 所以現在我們這一邊 是我剛剛就是用海藻酸鈉 跟乳酸鈣 還有色素相清調的 這邊應該就不會有顏色的變化 是 我們來看看喔 是囉 好 就還是黃河色 你們看到了對不對 就是點葉的黃河色 黃河色 對 那接下來它如果用 在這個糯米粉做的 會真的變藍黑色嗎 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喔 各位你們有沒有看到 好 我們來兩者相較一下 你看這邊 它就很明顯的是 黑的 藍藍黑黑的 甚至是感覺就很深的 這種黑色的感覺 對 在另外這一邊呢 很紅 這樣子輕鬆的方式 就可以馬上知道 到底是不是用糯米粉 做出來的粉圓 是的 大家可以記下來囉 所以以後如果要喝飲料的時候 就要先點兩下 可以一些如果很有心的想要 了解一下到底是不是 糯米粉做的粉圓的話 的確可以用這招喔 我想到一件事情了 等我一下 是 好 喂 我也做出來了一個 壽司素的創意料理 不然這是常常在日本料理店 會出現的那個 會鮭魚軟壽司 素的 素的 你說上面這個這個這個 一顆一顆的軟是素的啊 對 我就是用你剛才的方式 所以它是素的 海藻酸那加乳酸鈣 再加一點色素 像金鋁鼠變出來的 對啊 所以啊 這就代表說有可能 我們在外面吃的這個壽司 它也有可能是素的 好 那妳要不要吃一點啊 來 國元 我覺得沒有關係啦 謝謝 謝謝 國元 韋韋 踹科學 曾經不怕活練 有實力的主持人 經得起科學考驗 Yeah 韋韋 我們的交情又岌岌可危了 在這個單元呢 我們兩個人就要接受 傳說中IQ超過140的科學妹 對我們提出了科學考驗 沒錯 我們準備好了 國元 韋韋 踹科學 科學妹請出題 讓我們歡迎 藍色戰士 嗨 大家好 藍色戰士踩得高敲來耶 嗨 好高喔 對啊 因為今天我們要來玩一個 落蛋的遊戲 所以我要站這麼高 落蛋 讓我來介紹一下 這邊有兩顆蛋 一顆是我們平常的生雞蛋 另外一顆已經被包在國洞裡面了 那考考你們 如果我把它從這麼高的地方 往下放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要吧 雞蛋肯定會破掉的 是的 那這個咧 也會啊 國洞這麼軟 一咬就這樣子 趕趴趴的 對啊 確定嗎 不要 不然你去看看 怎麼還沒事啊 對 怎麼會這樣 這個 它看起來完全 都連睡掉都沒有耶 很厲害吧 科學妹這真的是果凍嗎 是啊 怎麼那麼神奇啊 對 很神奇吧 科學妹你好厲害喔 這就是我的考題啦 考題來了 為什麼果凍可以保護但摔不破 A 果凍分散撞擊力 B 果凍有彈性 C 以上皆是請 做答 都是一樣的答案 以上皆是 是的 恭喜兩位都答對了 耶 那我來解說一下 其實果凍啊 它有彈性 然後可以防震耐摔 具有保護物品的功能喔 那它可以取代一些我們人造的橡膠啊 或是彈性塑膠 而且果凍也環保 又可以分解 是一個很適合做來保護的材料喔 對啦 怎麼沒有想到啦 你看啊 果凍啊 它可以防震啊 防摔啊 我們之前不是在房間都會看到很多那種手機殼 就是果凍套啊 我都那一種的 難怪 我也覺得不錯喔 密碼幫幫忙汪波元 那不是真的果凍 然後有 也是啦 如果是真的果凍 我可能忍不住會把那個殼拿起來吃 對 傻眼 傻眼了 那講到果凍啊 那我們來想想看喔 如果把果凍稀釋的話 又可以做什麼用途咧 所以我們要看下一題啦 猜猜看稀釋的果凍 可以延伸做什麼運用 A 止血 B 止癢 C 止滑 請作答 不一樣啊 不一樣 我選止滑 我想說那個果凍都甜甜的感覺 就會這樣很止滑 我覺得應該不可能是止血吧 所以有點心虛的選了止癢 用果凍來抓癢是不是 不是想冰冰涼涼的吧 冰冰涼涼的啊 可以敷著就比較不會癢了這樣子 如果被蚊子叮的話 糟了怎麼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 是不是 那可選妹答案是 答案是A 直血 果凍可以 直血 直血 很難想像吧 對啊 那讓我來示範一下實驗 跟大家做個說明 好 我這邊其實有一顆模擬的水球 這個裡面呢 裝有了乳磚蓋 這其實是在模擬我們的血液中 有千分之一的成分是鈣離子 是 那另外一個 這個針筒裡面裝的是海藻酸納 是 它是一個濃稠狀 膏狀的物質 那接下來我們要在水球巷 扎破一個洞 等一下會噴出來 模擬好像受傷傷口流血的樣子 好 所以它要噴血的意思 對 好 我們來試一下 開始流血了 受傷了 好 趕快 好 很緊急 趕快救它 趕快 可以嗎 太神奇了 上一層 太神奇了 真的把它封住了 對啊 結果慢慢的 你會發現慢慢凝固 所以海藻酸納 它就是做果凍的主要成分嗎 對啊 好 那讓我來介紹一下 因為海藻酸納遇到鈣離子 它會就呈現一個凝固 凝膠的狀態 所以它可以封住 那現在實際的商品 也有運用在醫療用途上面 那如果我直接調那個 海藻酸納凝膠 那就再塗在傷口上也可以嗎 理論上是可以的 可是別忘記了 我們的傷口其實是很怕細菌感染的 我們自己做了海藻酸納 並沒有做過滅菌的處理 所以一般我們不建議進行 直接這樣子塗抹來做止血 那柯學妹 我想請問你 如果我們受傷流血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拿我們吃的果凍 然後直接來止血啊 那可不行 為什麼 我們的果凍裡面 其實都已經添加了乳酸鈣跟海藻酸納 它已經反應完成了 所以已經反應完成了 自然你再拿它 來跟我們的血液做結合的話 它其實已經不會再發生任何的反應 好吧 那既然不能直接拿果凍來塗傷口 那至少果凍可以直接拿來吃啊 它可以止餓 然後讓我們填飽肚皮 哎唷 柯軒 你是真的肚子又餓了是不是啊 想到果凍又想到吃 當然啊 好啦 那既然是這麼想吃的話 我準備一個三色果凍要給大家 但是呢 在吃之前 要先看看我的考題答對了過關 我才跟大家分享 沒問題 放果凍過來吧 好 來 為什麼一塊果凍同時有這三種顏色呢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們的選項 A 染色原理 B 酸鹼變化 C 溫度變化 請作答 都一樣耶 怎麼會想到這樣子呢 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 就是用蝶豆花 蝶豆花 蝶豆花 沒錯 因為蝶豆花 它算是一種天然的酸鹼指示劑啊 它碰到酸性的溶液跟鹼性的溶液 會呈現不一樣的顏色 所以我想可能是加了蝶豆花 然後再用酸鹼反映它有三個顏色 兩位很厲害喔 那我來提示一下 我這個果凍是怎麼做的啦 好 原本呢 我們果凍是用蝶豆花做成的 所以原本是中間這一塊的藍紫色 好 那像剛剛大家有說 是跟酸鹼有關係 所以我們這一個綠色的這一塊 其實是用小豬打水解釁的喔 對 所以它呈現這個深綠色 好 那另外一邊呈現這個紫紅色呢 其實我們是泡了純的檸檬汁 酸性的 所以變成紫紅色 那就變成三種顏色的果凍啦 哇 原來是這樣 真的很厲害耶 來看一下正確解答應該就是 B 酸鹼 變化 耶 果然沒錯 就是酸鹼變化 感人 感人 所以科學妹 我們這個單元分數是怎麼樣 恭喜兩位平手 耶 太好了 我們到底有多不想要接受那個驚喜 那個小驚喜 真的會讓人有一點點害怕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看 要踹什麼科學吧 生活踹科學 生活大小事 踹科學幫你早點子 好的 親愛的薇薇 今天我們是自己有點子 要來分享給大家 還是說有人有疑難雜症 今天是有一位粉絲 在我們的粉絲團上面留言 來問問題了 他說 洋菜凍真的可以當保鮮膜嗎 他想要請我們來做實驗看看 我覺得我們這個節目真的是太厲害了 人家留言 我們真的就會把它變成節目做給你們看 真的 只不過說到洋菜凍他要來做保鮮膜 我個人認為有點不太可惜 你想洋菜凍它本身就是一個食物 然後它要保鮮另外一個食物 在保鮮的過程當中 它自己不會先壞掉嗎 可是我倒覺得說不定真的可以 你看洋菜凍它的彈性好 而且延展性應該還不錯 但是它的保鮮效果到底如何呢 這個我們可能就要實際的來測試看看 對 它如果延展性好 它包覆性強的話說不定可以保鮮 我覺得好像真的值得來試試看 但是桌上這些東西看起來有一點… 複雜 所以我們還是請科學man來幫幫忙吧 好 歡迎科學man 紅色在世 你們在叫我嗎 是啊 科學man 科學man 來…你來當一個公正人 你幫我跟大家說一下 洋菜凍要做保鮮膜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 用食物來保鮮食物 這是前所未聞 是不是 只要可以達到 密封防水跟補透氣 就可以達到保鮮膜的效果 所以 洋菜凍真的可以做保鮮膜 當然可以 等一下 科學man 你為什麼可以這麼斬丁截鐵說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因為這個洋菜保鮮膜就是我發明的 所以 柏遠 我們直接請到的就是 洋菜凍保鮮膜的發明者來到現場 真的耶 那現在科學man你是網路紅人耶 現在網路上 多少人在討論這件事情耶 那這個真的是可以拿來 實際的當作保鮮膜喔 是的 我們待會兒來實際測試看看 就知道囉 我好想學喔 那你趕快教我們 好喔 自製洋菜凍保鮮膜環保的唷 先準備500毫升的冷水 那我們現在冷水的時候呢 加進五克的洋菜粉 一茶匙 五克 大約一茶匙左右 所以這樣子直接放進去 對 直接均勻的把它放到 這個500毫升的水裡面 那接下來呢 好 那就趕快攪拌 攪拌 攪拌 對 那要攪到什麼時候呢 就是攪到溫度已經達到超過90度 就可以暫停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取出來 做保鮮膜囉 所以它就是冒煙到 薄…滾起來就可以了 對 只要看見有在冒泡 其實它就已經超過90度了 好 看起來還不錯 好 看起來已經到90度囉 OK 那我們就請薄圓先關火一下 OK 好 接著我們就把它倒進淺盤裡面 好 小心喔 那是要倒淺淺的還是要厚一點 大約只要鋪滿一個淺盤就可以了 好 照我這樣看來 差不多是0.5公分左右 差不多 因為我們在冷凍之後呢 水分就會被拖出 那只留下一層薄薄的保鮮膜 所以現在這樣子到這個步驟 我們就是等待嘛 那冷凍靜置的這個時間 要多久呢 我們要在零下18度C的冷凍庫裡面 靜置至少一天24個小時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紅色在世這邊 也幫我們準備了完成品了 那我們給大家看喔 好 已經冷凍24小時過後的 對 蔡豆 這個是可以直接當保鮮膜的成品了 是的 很薄喔 柏遠 要摸摸看嗎 它冷凍過後會變這麼薄喔 對 它的水分會拖出 變成薄薄的一片 柏遠 你直接可以把它取下來耶 可以 直接把它拿下來喔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直接拿下來喔 這個好像 我覺得這個觸感感覺真的可以當成保鮮膜耶 真的喔 它是什麼樣的觸感 我吃吃看 就是... 好神奇喔 其實這個感覺跟我們市售 有一種叫做矽膠的保鮮膜 對... 對... 現在有一些矽膠的那種保鮮膜 就是這樣子的觸感耶 可是科學man啊 它要如何證明能夠保鮮呢 是不是要具備剛才科學man有說到的 對 它必須要 實測洋菜凍保鮮膜保鮮效果 好的 我們現在就要來試試看 這個洋菜凍保鮮膜 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保鮮的效果喔 是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水杯 裡面呢 當然我就裝了一些水在裡面 等一下就看看 我們保鮮膜這樣放上去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達到 防水 逆風 無透氣的效果喔 好 如果真的可以 就代表它能夠保鮮啦 來 1 我也把它倒過來看看 3 真的耶 你看 水在裡面耶 而且都不會滴水 不會 你看看有沒有 真的沒有滴水 真的沒有滴水耶 所以洋菜凍保鮮膜 它是真的可以有這樣的功效 但是我真的覺得它長得很像 那個矽膠保鮮膜對不對 真的耶 所以以後如果我們人人都用這個方法 來當作我們這個保鮮食物的用途的話 我覺得這樣真的很好耶 對啊 而且又環保 對 我覺得科學man啊 這樣子的作品 他拿到第二名啦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第一名在我這裡 在你那邊 對 什麼意思 我有舉一反三 來給你們看一下 怎麼樣...是不是 柏妍 這個也是我的發明耶 有人家早就搶先你一步了啦 是的 真的 你不能直接在節目上 就這樣講出來啦 而且是不是也有得名 而且這個也拿到 你真的很厲害 那這樣子 科學man 你申請專利了沒 當然還沒啊 那這樣子講給你的 專利給我 還有這樣子的喔 我很看好他這一系列的商品 沒關係 柏妍 我們可以一起來申請喔 這麼好是不是 好 那我先請你喝下午茶 好喔 好啊...柏妍 我們有沒有啊 來 謝謝... 謝謝 而且啊 這個洋菜凍吸管啊 我們喝果汁喝完之後 還可以直接把它吃掉耶對不對 真的很棒耶 好環保喔 我覺得這一集啊 只是在認識太多科學 太好玩了 我們踹科學 下一次又要踹什麼科學呢 踹科學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來... 吃一餐